在古代,百姓是靠天吃饭 要是遇上哪年大旱 祈雨就成了头等的大事 古代祈雨非常的隆重 也充满了艰辛 平遥城最后一次祈雨是在1945年 当时的东西伯夷、东泉等十几个村子 按照传统 一块选出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人 当雨师 这些雨师身穿黑色大袍 光脚走大约一百八十里 然后到达祈雨地 因为人们相信雨师一路受体罚 会感动上天带来甘露 在东伯一村南 有一座仙师庙 它始建于元代 里面供奉的是仙师菩萨 这里问题就来了 那么这里说的仙师菩萨又是谁呢 据记载啊 这个仙师菩萨是唐义中的第三个儿子 坎 那么他好好的皇子不当 怎么跑出来当起了和尚呢 公元八六八年皇朝起宾 昌恩沦陷后 皇子为躲避战乱 就是来到了庆园的凌空山 削发为僧 元祭后被封为了诗语王 在后汉前佑年间改封菩萨 后周时夹封为仙师菩萨 平阳南乡的十八个村子 一直有去庆园凌空山起雨的习俗 拜的就是李侃这位仙师菩萨 不过呢 凌空山的仙师菩萨与博弈还是太远了 为了起雨方便 博弈村村民就在博弈村南修建了这座仙师庙 这次我来呢 这个庙门上的锁我也进不去 听说现在里面已经树上了孔子像 今天呢 我们只能看一下这个仙师庙的元代古戏台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造壁啊 是这座元代戏台的后墙 以前这个墙外面是一个深沟 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古戏台的安全 把这个戏台啊 整体的往前挪了一部分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 以前是一个深沟 也是为了保护这处古建筑的安全呢 现在已经把这条深沟啊 已经填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